因为党义不代表民意 但他们两位未来要走政治路可长可远 还是要想办法回归民意 这也是为什么那两位常常在讲 我是改革派我是本土派 可是又好像民调不是很高 然后常常会说话 跟国民党过去的作风不太像 我想这就是国民党改革派 在党内遇到的挣扎 的确林维之后因为说 这个中华这个中国国民党 这个去到中国马上被炮轰 那他也说如果不承认中华民国存在 那就两岸就断绝关系大变敌国 这一讲恐怕蓝衣里面可能会跳起来 来范老师怎么看 林维之后变成党内的自走炮 现在大家都在看他之前讲了几句话 会不会又反悔 他之前讲说中国国民党要废除中国 后来反悔了 所以现在林维之后外号叫零反悔 那现在就在看他说要 如果不承认中国不承认中华民国 要断绝两岸的关系 变成两岸是敌对关系 这很严重 所以我觉得现在 他这样的一种自走炮的情况 然后他又说如果不想吃莱猪 就要支持拜登 那我刚才这个订阅委员也讲了 美国的政策有它一贯性 你看1971年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联合国的 这个联合国保卫战 那时候我们的驻联合国大使叫周苏凯 那时候美国驻联合大使是谁 老布希 我们希望美国支持我们留在联合国 可是那位老布希说抱歉 他们那时候正在投票的时候 就是台湾中华民国 是不是还可以留在联合国的时候 那个当下 当时美国的总统是尼克森 他的最高幕僚叫季辛吉 人在北京 所以那时候 老布希就告诉我们的周苏凯说 很抱歉 我们的老 我大老板的秘书 现在在北京 在跟毛东见面 所以那个时候 后来隔年1972年 季辛吉 尼克森就到北京去访问 对不对 还跟着联合毛泽东 请问一下尼克森是什么党 共和党 但尼克森后来因为水门案 他被迫下台 后来是谁 接任是福特 福特因为就暂缓了这个 跟美国的建交 否则当时如果以尼克森 继续在位置上 很快就跟中国建交 所以后来一直拖到 1979年卡特当上总统 跟美国跟中国建交 卡特什么党 卡特是民主党 所以也就是说从1971年 到1979年 中美建交这段时间 美国的大政方针已经定了 就是我们要联中制书 我们要联合中国去对抗苏联 苏联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中国是我们的次要敌人 是可以结合的 是可以合作的 所以那个是大的一个定调 所以同样的今天 不管是川普 或者是有没有连任 或者未来的这个拜登 他跟美国跟中国的 这个对立是绝对是 已经是确定了 只是手法不一样 甚至连中国都认为说 很多人认为说 如果是拜登当选 对中国影响更大 为什么 因为川普他是独来独往 他跟谁都不好 欧洲国家也不理他 他反中他一个人唱独角戏 欧洲国家有时候 不愿意支持他 可是如果是拜登呢 他的外交政策 可能就不像川普这么独断 那可能他结合反中的话 会引发其他国家的共同合作 所以我认为说 所以到底是不是 这个拜登上来 就不会反中议 不会 因为他是他的既定政策 他的国务院的既定 他的国防部的既定政策 同样的美租的问题也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林维州 他现在把这个国民党 压到拜登之边 那我觉得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走炮 我不晓得他为什么 最近频频发言 是要刷存在感吗 也没有必要 他常常 他也是这个媒体宠儿嘛 他又是国民党的 这个党团的书记长 洞见观瞻 那问题是 为什么江启成管不住林维州 再来讲 他们两个年纪相仿 他应该说 林维州你要发言 请可不可以先打个电话给我 让我知道 否则每天都快得心脏病 三五五十就跨不成 所以我觉得看起来就是 江启成既管不了林维州 也管不了吴思淮 也管不了叶玉兰 也管不了陈玉珍 就竟然变成四人帮 这四个人每天在那边 就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 而且让大家应接不暇 那我这个到底对国民党好不好 可见江启成目前的领导 的确临到很大的挑战 好 再来关心的军情局的退议人员 被中共吸收 那被收押的退议上校张超然呢 疑似透过退休情报员的联谊组织 叫月月会物色吸收下线发展组织 张超然每个月出席月月会 物色吸收可能发展下线的对象 而另一位涉案 以十五万元交保的退议少将 月志中则是另一个退议情报员组织 中议会的副理事长 张超然还共称 中国国防部前部长的干儿子 是他在中国潜伏时期的拜把兄弟 三人多次前往中国引发质疑 三位涉案的军情局将校都不承认被吸收 不够传出月志中和周天慈指称 自费买机票到中国后 有配合张超然在广州的安排 接受中方时速招待 检调掌握三人曾搭同班飞机飞往中国 三人辩称是机上巧遇 检调还监听到张超然曾向中方透露 表示周天慈会请月志中带礼物去 甚至检调还掌握张超然曾私下抱怨 月退缝地检只剩七万多块 而他也在广州和海南省海口 经营香蕉及檳榔种植生意 我是赫赫有名的一个大特务 花口是台湾第一特务 却因为涉及被中共吸收回台发展 共谍组织遭到收押境界 不只自己得面对司法 还让特务名誉受损 好我们看到这个赫赫有名的这个大特务 到底吸收了哪些人 他们透过这个所谓的月月会 物色可以吸收的对象 范老师 那显然老共都是针对我们这些退役的军情人员 成为他们重点的一个吸收对象 对军情局前身就叫 本名叫军事情报局 前身就是我们讲的军统 军统局当时是戴笠 戴笠大家都知道很清楚 中日战争的时候 戴笠他的这个情报网是非常厉害的 后来我们知道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 戴笠当时坐飞机要到南京 结果发生这个军机 发生这个坠机 戴笠就死了 戴笠死了 蒋东正讲了一句话完了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情报网都在戴笠脑袋里面 我们到情报工作是单线联系 当戴笠完了之后整个国共内战 蒋东正认为他的国共内战一定输了 因为整个情报已经被中共给破获了 同样的道理就是中共对我们的军 过去对这个军统局 是有这样的一种非常大的 等于是敌我矛盾 到了台湾之后 军统局变成国防部情报局 同样是这样 非常因为我们知道军统局是做 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 国防部的军事情报局 他主要做什么 就是做情战 做情报作战 所以他等于是作战单位 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前阵子 在10月11号开始 央视谈到了包含像这个 李孟居或者是这个郑宇清 还有这个蔡金树这几个人 都说他们是情报局 我们跟我们情报局的外围组织 会跟我们这个军情局的这个 所谓的相关的人员接触 他就被认为他是间谍 虽然他们拿的是公开的资料 给军情局的人员 他都认为这是很严重的 表示军情局大概三个字在中国来讲 他是非常非常重视 那我就搞不懂 这三位军情局的人员竟然赶去中国 你当然记得2006年那时候 我们军情局有两位上校 一个叫朱公逊 一个叫徐章国 他们两个人是到越南 到越南的一个叫做四盲街 这个地方在中越边界 他们当时要跟从中国出来的 我们的这个联系人员接触 竟然被中共的国安部 用绑架的方式 从越南绑到中国去 可是他们对于军情局 他们是恨之入骨 而且这两位人被判得无期徒刑 一直到2015年才回来台湾 所以你看出来就是说 军情局在中共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 视作为眼中钉肉中刺 所以这三位能够到中国去 还去那么多次 那除非他们背后一定 第一个你跟他们合作 否则他怎么会这样宽待你呢 早就把你刷起来问 而且把你整个人 把你的上下线全部要交代清楚 还有把你的联系管道 跟你的周边的这些横向联系 全部要搞清楚 甚至谁是什么化名 谁是谁都要用清楚 甚至台湾在中国的 可能的所谓的一些部件的网 他都不需要了解 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军情单位 虽然我们知道他们都退休一阵子了 可是他们还是有相当的一些情报的价值 还有利用价值 对否则中国不会跟他们这样子 做这样的互动 特别是他透过他们这些老大哥 找是个学弟 或他们的这个下属 来跟他们来 来套一些相关的资讯 那对我们的国家是很大的影响 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位 这个张钊来的上校 他是被收押禁件 积押禁件 因为我们现在积押禁件 都要由法官来投 我们过去因为是军法 那军法当然当然就是 比较军方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比较可以随意 那现在自从洪宋秋事件命案之后 我们的军法的审判 在平时的话 是完全由一般的法院 所以法官他要裁定 可不可以积押的话 是要看证据 那这个事情因为是长期 是调查局的国安站 他们长期的监听 包括他们的微信 也在监听 因此获得了具体的证据 所以法官才会同意积押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的确是很大的一个案子 对的确 这个对台湾影响很大 如果对照老公 他们对于这种 有可能出卖情报的话 几乎都是唯一死刑 但是台湾现在的罪行很轻 那现在这位积押禁件的 张超然 他利用这个月月会 他到底吸收了多少人 那真的是大家 就有一个无限的想象 而且他说他抱怨 月退缝递减到 只剩七万多 难道就是因为 为了这三万多块 出卖国家吗 来 吴远 我先把这东西先理清楚 因为我看这两天 媒体报道的部分 有些不尽正确 那有关情报的事情 有些事情连yes no都不好讲 因为对方也在等 对方也许现在 看着某一个状况 你说是跟不是状况 它就会变化 我们还是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安全为优先 第一个 这个案子是军情局主动移交给相关机关监管 长时间的监管 开始的那一年 我看到那个年份 还是相当久以前 跟现在媒体报道的年份 都还不够久 更早 相当久以前 那移给相关单位监管之后 这几个人沉寂了一段时间没动 那大家了解军情局这个单位 不是像我们想的 这个离退我就不管他没有 这个单位其实在职的 常常要做忠诚测谎 然后两个人同个单位 同个案子的可以互相了解 我调到另外一个单位 办另外一个案子的时候 这两个人之间是不能去谈这些东西的 对离退的也是一样 还有离退人的行踪 在过去旧政府的时期 只有一个管制年限三年五年 现在是终身管制不得去中国 所以他们那时候离退之后 就都到中国去了 那个时候 然后我们现在法律规定 然后另外呢 该讲说我们现在法律很轻 因为他现在犯的案子 我看到他们监控了很久 什么时候开始活跃起来了 2013 又开始活跃 马政府 又开始动起来 那2013又动起来 然后到收尾是2017 那我们的国安法跟外患罪 跟相关法律的修订 是在201918 所以我还是要提醒 现在你去当共谍 现在的犯刑适用新法 刑法是死刑到无期徒刑 国安法是七年以上 病科罚金五千万到一亿 不轻 可是旧的真的太轻 所以现在有很多 为什么那个修了法 为什么还那么轻 我们到底还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旧犯刑适用旧法律 新犯刑适用新法律 所以他这个很久的都是 那这个你如果注意到检察官 收押禁建或交保的理由 是发展组织 没有机密资料泄漏 也就是这些人都离退30年了 30年左右了 手上没有什么机密资料 可是他想要发展组织 陈伯伟刚退下来 来来来吃个饭 吃几次饭 问你要不要去中国走一走 他是在发展组织 就是这个月月会吗 变成一个绝佳的场合 他在发展组织的时候是人的关系 但是还没有摸到军情局的内部 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报告 国人要安心 军情局的现役人员 没有人涉入 也没有任何机密流出去 但他们发展的组织是在离退人员 那就来到月月会了 月月会是他们一个不正式 每个月吃饭的聚会 也不是特定的哪一群人 里面跟这次有关的我才提 是有一个叫综艺同志会 另外还有一个单位也是叫月会 就月月聚餐会了 但是我可能我跟佩芬姐 我们叫做陈大外文会 那我们也月月会 他这个叫综艺同志会叫月会 你懂那一性子吗 这联系也算密切 每个月都在聚会 但是参加这种聚餐的 我看最年轻的 大概都已经60岁以上了 新一代的 他们其实不太参加了 你光听到综艺同志会 你大概知道这个性子 大概党国可能不太分 可能江湖三教九流 部件人员也在里面 所以对后来的 包含包含这一次揭露出来 那个姓王的 他去揭露就是也不在这边接触的 他一接触他觉得不对 我们在局里面的要求 这个是不对的 马上举报嘛 所以这整个案件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还在发展 至于讲 我觉得媒体不要跟着疯了 谁叫做第一特务 哪一个特务会贴个牌子 我叫第一特务的 那是他自己疯的啦 007电影不要看那么多了 那个长得特别帅的不同意当特务啦 特务要长得很频繁 看起来像小老百姓 不能太突出 或者一看身高一米八 长得非常英俊 像冒堂堂 三天就抓去枪毙了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在军情局这件事情上 他主动揭露 而且管控 我跟你讲 超过十几二十年以上的 你就知道他们对他们离退人员 他们对离退人员 是要求你如果要到哪里 要来报 那你不报 我就认定你有问题 就放着看 看你在干嘛 是相当严格的 这一块 我对目前在职的 在意的 我们的军情局人员的忠诚度 我觉得不要去怀疑他们 对 那这一位呢 少将 他反而是交保 是不是有特殊用意 这两位你看 而且他跑中国是最多次的 他们两个十五万交保 那这一个 所以源头是谁 谁去发展组织的 那你又不土食 当然就收下境界 那有人就是 爱考爱对楼嘛 你叫我去吃 我就跟着去吃 但是我会没有帮你发展下一层的关系 我如果帮你发展下一层关系 那也是重罪 那我如果只是被你发展成功 跟着吃跟着玩 也没有交 说实在手上 也没有什么机密资料 他大概这两位目前 应该在这个层次 但有没有更新的发展 还是看检调 我最后提一个事情 就是说 在目前军情局的内控上 我想全世界情报人员都一样 定期抽查 来中将来做那个 做那个撤谎 对 撤完谎之后呢 你的移动的轨迹 有没有超出任务的范围 你退伍的时候 是一辈子管制哪里不能去 就你没有讲还跑去 就列管 所以会有的 会长期列管三四十年 最后没事 他就是不守规矩乱跑 那我们现在目前 为什么会永久管制军情局 跟国安局的人员 因为已经有很多人 退伍二三十年到中国 被中国约谈 出问题 被中国约谈 谁知道他的身份 谁去把他身份告诉中国说 这个是以前我老同事退下来了 那这个部分 跟这次的案件 我觉得也应该会有关 是 来 佩芬姐怎么办 这严重性 军情局显然是老共那边 积极要吸收的这个对象 特别是退役人员 然后这些人偏偏又长跑大陆 你知道你现在仔细看这些人 他的那个省级 大概都是中国大陆 然后我觉得中共的统战 他是真的很厉害 他用这种相情跟亲情 老相 来拉拢你 然后你再看所有抓到的 不会是那种50岁以下 在台湾长大 在台湾出生的 没有这种人 大部分都这种 然后这种人你可以攀亲戴故 要不然你的同学 你的家里面有一些亲戚 朋友之类 你都可以签上 而中共对这种人的背景的调查 也很清楚 就是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到底是从哪里来 你在想像蒋介石当初那个陈杰如 因为你知道周恩来曾经是 那个皇甫军校的政治组长 所以陈杰如去看他的时候 这么多年后 周恩来还叫他这个校长夫人 所以他们用这种关系就牵扯在一起 然后像你看像这几个 你看这种人 他的家里面一定还有人在中国大陆 他如果动之以情的话 你通常会被感动 很容易突破 对 你知道像我们上次去的时候 因为那个我有一次跟赴年会 到大陆去去参观宋庆龄基金会 你知道吗 那些人接待我们的时候 就一直讲宋庆龄跟宋美龄的关系 然后他们把一些宋庆龄的资料 送给 请人带回来给宋美龄 但是宋美龄是非常态度坚决 绝对不妥协 所以后来他们发现完全没有用 可是那要看当事人 如果宋美龄不是这样个性的话 可能就接纳 所以等到宋庆龄过世 宋美龄连招呼都没有打 因为他们试到很多次 因为他们当场又抱怨 我有听到 他说这几样东西 我们都有请人带到台湾 意志够坚定 没有被 但是这种人有说 他思乡情却觉得说 这么多年来 人已经到这种年龄了 也许落叶归根 或者去认主归宗之类 所以很容易被吸收 是 来 博伟怎么看 这个年龄大家 应该是比较不可能是不是 也不一定 其实坦白说 因为你听过宋庆龄 说过一句话 过去阿共在对国民党进行通战 那后来发现政党论退后 其实可以怎么办 因为宋庆龄建议说要占对三宗一亲 所以其实也有年龄的 已经开始在中国 不管是做工作还是交流 他都有比通前的风险 甚至是人的 阻散意义的 人的安全 甚至包括现在 有可能会回复到过去 这样我黑白减肩 这个台湾人是来中国 来做这个颠覆 或是说他有可能来买台独的 所以这些工作 有可能也会伸透到未来 包括说台湾的 这些年龄 其实那不因为 我们说什么 或是什么身份 他们可能有另外一套 可以去发展 其他方式 包括用买的 是最大的 有人真的买会去 但是我们说这些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很相信一件事 就是说过去国民党 那叫三合一敌人 还外控他的人事 台湾台湾 同立的 以及阿公 但是不知道有一天 对一天也不知道 他就把阿公 为他的敌人移除 他的敌人变成他的乡亲 就是他们回去探亲 这个探亲 这个交流的过程 是怎么 他和你交朋友 交朋友譬如说 怎样用微信后 他就一直跟你通信 中央就跟你说 中国有够好 台湾回来给你什么优惠 我经常在说 中国对台三十一项 二十六项政策 到底是什么人抵理 其实就是那些有信息的人 我们如果没有 我要申请我也不知道 在哪里去 所以他的工作 其实就是 不得就是让台湾 你愿意来 林董你是中国人的人 来合作 他会要你们常常去 回去走走看看 对对对对 那其中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对他们来说 我菜市场的老百姓 我吸收这个 一个一个吸收 那以后我通知了 我们真的潜入台湾那以后的事情 我要为官方 这个党政军系统先吸收 包括他在处理香港的事情 你看看是什么 香港的警察 会说香港人 说到那里很大烈 因为香港的军 这个社会地属系统 包括林郑公司 是阿公第一时间先控制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在队到这过去 军事 我们会觉得 他们是不是有可能 他们说话 比我中国那边 这是我们发言 但是政府 不说我是大政府 你不要想象 他们登床的时候 I'm Bond James Bond 没人会这样 电影才会这样 说我是大特 他标识 他对职业道德 已经流失了 他已经不记得了 所以其实 军警局 有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他的中生党 甚至是 做会在军警局 上班他在上面 是不能讨论案情的 我比如说 这三个里面 其实有一些 老婆婆子 他是在军情局里面 所以我们就很怀疑 他中生危险 他对国家中生危险的 一个单位 竟然发生这些事情 我记得 军情局多可能 如果情报分子 情报头子 你看像那些 有一个出电影叫设计 他口腾一两次 口腾一半 他说政府危险 他是用拼的拼出来 然后称赛他的情妇 是他那年 要挡住 个人情欲和私利 来为了保护国家利益 结果这些人 有可能 去把国家捧不起了 偏偏台湾过去 发生共产党 都是这些过去 服装到 这个中国国民党的 所以我建议 我们的制度 如果要修正 第一件事 要做终成长照 但是你一样 有时候 阿公子 要为你的力量 拿掉 你要为国家的管道来说 贫责 阿公子有对我们 称赛的企图有关系吗 阿公子有说 不要跟我们打吗 阿公子有说 要跟我们这样好吗 其实都没有 所以他的国家的过去 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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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董意 说阿公是在人体 是国家 不知道当时 跟阿公当做朋友 这个过程要解释 现在有扯到什么 这个吴思怀 说他前一阵子 也要这个 滋通的资料 还是让人家怀疑是吧 这个概念是这样 我跟政府委员 他说有种抓我 我跟政府委员 做会吃烟酸 这大家都 这大家都不烦烈 政府说不行 因为我刚才有喝幽露乳 所以他不敢吃烟酸 那说这个话是什么 又有人说我舔共 我完全就撤一撤 因为我没有做这件事 当时我有个妨碍名誉 可是吴思怀 听说这件事很想起 他很想起 说有本事办我 当时你越想起 我们越看不到 这有什么好奇的 有没有就没有 你又因为 因为说物流你的国家共生 你看上来说的 你看上来说的 你又跌了 但是我必须要说 我有去找他 他投这些东西 他那时候投的时候 我们就在关心说 他到底是投什么 其实他投的 都是公开的资料 比较没有那种 比如说边线比 还是说 这个部队有多少人 所以我们没有烦烈 只是说刚才好 就这刚才好 他进入第一件事就是投这 因为你知道国防部级很大 他有 妹妹跟哥哥叔叔 很多东西 你刚才投到 和说到 同样的那些东西 人家就会怀疑说 哦 你这 不知道待会儿食物中毒了 对 对 对 吴世怀是 他要这些资料 公开资料所以是OK的 没问题的 国民党让他当不分区的安全名单 那他就是国会议员 在立法院 每一个国会议员职权都一样 我们有千百个怀疑 他还是立法委员 我比较难理解的是 国民党 既然把他放在立法院 又不敢 不敢 真的摆明不敢 把他放在国防外交委员会 我一直不太理解这样的党 就是说 你对他有怀疑 你去给他移的 这么重要